大家好,我是三喵,这个写小尾巴上岗,这个小尾巴呢,对我今天讲这个话题其实是挺不满的,小尾巴的意思是三喵,你们都说过好多回了吗?怎么又说这个独裁者的这个卡里斯本呢?是这样的啊,之前有一期节目里面聊到过,说这个你看,有一些这个虽然是继承大位的,虽然名义上讲算是法统型的这种统治者,什么叫法统型呢?就是这个简单粗暴点来说,就是中央已经决定了 就由你来做什么什么,所以当时他就念了那么几句诗啊,这个叫法统型的统治者,你比如说,这个既然是亲定了,就是嫡长子继位,所以说明神宗,这个万历皇帝,他的大儿子,明光宗就必须是皇帝,他的三儿子,这个后来被顿了福禄宴的那位,他皇帝再喜欢,他也不得是皇帝爷,这叫法统型的这个统治者,回头我们展开再来讲一讲他,但是你会发现, 历史上,中国历史上的调诡之处在于什么呢?很多的皇帝啊,这个独裁者和很多皇帝,很多皇帝,到最后都会变成了这个,卡里斯马行的这个统治者,为什么呢?因为,问题就出在这个法统,这个法统,你比如说,立笛,这个立笛长子, 可是,这个东西遵律的并不十分严格,为什么遵律的并不十分严格呢?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上,我们可以来分析分析,就是说,你这个,在中国这个古代,你立笛之外啊, 那有没有立笛?有的呀,这也是有先例的,而且,如果敌长子是个白痴,那能怎么办呢?这是第一个,第二个就是,中国古代的权力斗争,我们先讲中国古代,中国古代的这样的权力斗争当中啊,都是血以腥风,讲究的是什么?赢家通吃,输者失去一切,对吧? 那么,或被坐飞机,这会儿没有坐飞机,那就是,或被赐毒酒,或被赐三尺白铃,这个卧榻之策,启用他人酣睡,所以你看,中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,就是,上位的皇帝,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全给干掉,那如果不干掉,也给废掉,让他们过得生不如死,这样的事情,所以说,那既然,立, 敌长子这个事情是可以松动的,而且,如果不立,不立长,如果我没有被立的话,如果我没有被清定,那么下场就会非常非常的凄惨,那么到最后就一定会导致这个皇位的争夺血以腥风,这是根儿,那么你要说这个根儿两个原因再重复一遍,第一个就是,立,敌长子这个事情不绝对稳固,第二件事情,这是最大的病毒, 就是权力,因为你是绝对无上的权力,你拥有一切,你拥有生杀与多拓检,所以说,其他的人都会失去一切,你与其说,大家去竞争这个皇位是出于对于皇位的贪婪,倒不如说是出于对死亡,对身家性命丧失的恐惧, 这个可能更加真实,所以会有九子夺敌,这一说,所以说,很多中国古代的皇帝,包括很多的独裁者,他不再是法统型的统治者,你可以说他来得得位不正,对吧,从扯一点,雍正皇帝,民间传说,传位十四阿哥,传位于四阿哥,当然这个东西是杜撰之说, 唐太宗,李世民,隋阳帝,胡亥,对吧,你随便找一个王朝,唐王朝,这样的一个被很多人誉为这个中国古代巅峰的王朝,你会发现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,就是这个唐王朝一直到唐宿宗啊,这个每一任每一任的这个最高统治者交接没有一次是正常的,那这说明什么问题,就是这个法统 总实际上已经失效了,对不对,那么新上任的人,你不能让父皇复活吧,你总要证明自己能担得起这个大位,所以就必须走上卡里斯玛这条道路,所以说,这个就是这种独裁制度之下,地制之下,明明有法统,为什么很多皇帝,他必须走上卡里斯玛道路的唯一原因,其实你要说真要是法统,有文官集团,有一些别的集团,制约的很厉害, 那么这个皇帝我可以废,我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去,没有这种凶徒大志的意思,你典型的家境皇帝,对吧,你们让我当皇帝吧,那可真的是,上面已经决定了,就由我来当皇帝了,所以你看他可以去各种各样的炼丹,各种各样的搞混蛋,对不对,他很混蛋,但是他的混蛋跟这种卡里斯玛行的混蛋,是另外一回事了,对不对,那么如果这个法统, 稍微不那么强一点搞出来的这种东西,到最后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卡里斯玛行统治者,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唐太宗会争高勾力,争的那么起劲,跟隋扬帝,简直如出一辙,因为要证明自己得位之正也,对不对, 你再比如说这个,像那个,隋扬帝,他自己也不是靠着正常手段上位,所以他也要干出很多很多的大事情,以证明自己得位之正也,这都是卡里斯玛行统治啊,这个特征,当然说起来真的是一声叹息,中国过去这种帝制,要么就是这个法统丧失,卡里斯玛行统治者大兴帝, 要么就是法统还在的情况下,上去的就是一些废物,对吧,那么几千年来,那种上去的在法统之下还算正常的,不好意思,好像真不太有,那么帝制就是这样,独裁者,你看这种,对吧,这个独裁者的这种上位,很多情况下也都是血雨腥风,斯大林难道是怎么上位的,不清楚吗,所以你看,卡里斯玛了吗,赫鲁晓夫怎么上位的,对不对,甚至三胖是怎么上位的, 你还记得三胖把他辜负给枪决了吧,不要辜负吗,对不对,就搞成这个样子,因为只有他卡里斯玛了,他才能够大权独揽,只有他卡里斯玛了,他才能够在这个国家里面说一不二,自我永远的红太阳, 所以说,虽然有法统,但是这个法统是形同虚设的,到最后一个一个都变成了卡里斯玛形同之者,而这种卡里斯玛,有人说都是创业时候的布,所以你看,这种体制能传几代的话,传的过程当中,法统形同虚设,卡里斯玛又会重出江湖,等于说,每一次遇到这种情况,都会把这种卡里斯玛 再给拿来玩一遍,以万民的这个生命做赌注,以国家的前途做赌注,去搞出那个大家心目中的大救星,红太阳,那个就是这种独裁者,卡里斯玛形这种统治者,他根本的原因,所以说我们稍微总结一下,根本就不是说这个,因为有法统,所以清定谁上位,就不是卡里斯玛了,因为很多这种法统, 执行起来,行同虚设费,还是一个卡里斯玛,那么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诅咒,但是这种诅咒,对于很多国家,很多的历史来说,那是真实存在的,而在这种诅咒当中,当代价的,那就是民众,以及,当然我觉得更惨的还不是民众,越往上面越接近权力中心,那些以为大权在我,实际上就是蝼蚁的那些人,那些代价, 那真的是非常惨,但是那些代价,你不能说他们是无辜的,那么好,接下来这个话题,咱们就聊这么多,谢谢大家,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,点亮小铃铛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